掌臣指望港股後市 港股湯星期三恢復淨流入達到57億元 而A股也是反彈的 不過由於中國監管機構憂慮海外金融市場的泡沫 有機會對中國金融市場造成影響 因此預期國內市場流動性將會受到限制 而美國國際收益率再次上升 都是市場另一個困擾 預期一些高股值日價股將會受到打擊 由於市場對美國國際收益率上升的擔憂 預期港股將會再次低開 恆指今天的支持位會在29,000點 港股通方面來說 騰訊和中移動在星期三錄得最多淨流入 不過騰訊的ADL收市價較香港收市價低出3% 今天可能會有拋售壓力 而另一方面 中國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 這方面利好保險和銀行業 建議投資者趁低積累 今天個股推介會說落目3993 孤是智能手機和電動車電池的主要原料 內地訂立了進取的新能源汽車目標 連同預期今年消費電子市道將會好轉 孤的需求增長將會加快 落目是全球第二大的孤礦商 將會受惠於孤價向上 去年首三季度收入按年大增1.4倍 順利增長近三成 而公司去年年底收購了乾果的銅沽礦 這方面可以鞏固落目在電池金屬電動車的地位 而一場年的預測時應率是27倍 雖然是高於過去五年平均的水平 但電動車相關的發展都是有利於估值重估 我們給的目標價是6.8 指示價是5.5 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 從事受規管活動 提訴海基證券集團 有關牌照詳情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 互分發學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 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 或邀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僱員、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概不負責 終於是為了